麥明詩揭示法經過 說十七八歲參加內地交流團發生 麥明詩今天傍晚在Facebook出千字文 聲稱自己曾經被多次性侵犯 他補充因為事發在大陸 香港法庭沒有司法管轄權 所以他沒有採取進一步行動 出報事後麥明詩回覆傳媒就說 在十七八歲曾經參加一個內地交流團 因為不是自己同學參與 其中一個人趁沒什麼人的時候 做了一些令他很不開心的事 被人抽了水似的 幸好傷害性不太強 至於事發經過 麥明詩就說不想多談 還說不想人同情他 只是覺得很多女生都有類似經歷 但自己都覺得很難處理 因為只有兩個人 為何要順利說話 覺得很難告得入 麥明詩還補充說 最好的方法是要防止事件發生 所以那件事之後 他都醒覺不應該再被這些事發生 而最近都有學巴西遊術 蘋果優惠 開藍牙定位 附近驚喜優惠 隨即到手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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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